好 很快來到第三節 剛才我們Percy和Shana 也有分享過一些對生命 接近死亡的經驗 當我們無時無時都會面對死亡 簡單一點就是我們怎樣去面對 剛才我們講過很大的主題就是平常心 盡量做到平常心 但是因為人是情緒 大家也有情緒 還有可能是自愛親友而 看著他在我們旁邊 日漸的身體變差 或者覺得他有些痛 或者有些不舒服 其實我們都會不開心 雖然大家都說盡量平穩的心境去面對他 或者Shana 你會不會有另外一些經驗分享 可以給聽眾 即時 其實你之前跟我說過 我記得的 我這個是很好的聽眾 我記得你跟我說過 其實如果我們真的想不到做什麼 其實都不用特別做什麼 其實我們不是上班 要很勤力去做一些事情 令到各位親友很舒服 其實簡單在他旁邊抓住他的手 其實是否已經可以有一個療癒的影響 絕對 如果你是 當你要離開這個身體那一刻 其實如果身邊有一個人可以陪著你的時候 好像剛才Percy的分享 其實已經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但是你可以透過身體接觸你 你只觸碰著那個人的手 其實都給到他一種很安穩的感覺 當你有一個安穩關心的感覺 而上路 整件事又是真的不同了 是否真的差很遠 差很遠 因為我們習慣了上班 很勤力去做所有事情 我們要很扯 很努力去做所有事情 在周圍身邊 每一個情況 我們可能都將這個想法 套了下去 但旺旺又好像over了 好像Percy剛才所說 剛才Shana就說 其實很簡單 抓住他的手 其實已經感覺到安全 避愛就是這樣 可能有些親友 有空跟他抹一下身 或者跟他抹一下臉 或者他不想聊天 其實就這樣坐在他旁邊 也可以 你可以甚至 唱首歌給他聽 真的有幫助 好像我這樣五音不全都唱 你好像小孩子 你想暗會睡覺的時候 你可以唱一些歌 你可以甚至 可能跟他聊天 你跟他在一起的片段 你有多開心 讓他帶著一份開心喜悦的記憶 而離開 因為其實我們的腦 很多時候不斷地 在循環一些東西出來 尤其他身體上有痛楚 他可能腦出現的畫面 就是不斷地加劇這個痛楚 因為他的腦都想不到其他的想法 因為已經被恐懼 以及痛楚去佔據了他的腦袋的思考 其實你的建議都很好 就是你哼一下歌 其實就不論你哼的歌 好不好聽 說真的 你的出發點是最重要的 這個是能量治療師跟我講的 我想所有能量治療師都會這樣跟你講 但是其實你最重要是發自內心去做這件事 是的 以心去傳你的意念出去 因為心是比我們的腦袋強大五千多倍的 是的 是的 我記得另外有一位老師 一位香薰治療的老師 他專門是跟一些癌症病人做一個善中服務 他就喜歡用香薰作為一個媒介 幫助病人過渡 他就很多時候會了解那個病人 喜歡什麼東西的味道 他分享了一個經驗 就是那個病人很喜歡煮東西 他很喜歡做蛋糕 他很快就要離開了 他身邊沒有一些香薰油 適合那樣東西 他就走了去超小廠 買了一個雲呢那味的香味 他就讓他聞著這個雲呢那味 精油是嗎 不是,那些煮食那些 煮食那些 煮食那些 因為其實你… 香薰治療其實是說你用味道 是的 那個病人就是聞著… 很滿足嗎 對,這個雲呢那味很滿足 想起他煮食做蛋糕那種 開心甜美的感覺 還沒笑這樣走 其實真的很美麗的畫面 是的 其實死亡的過程可以很美麗 回到我剛才說我和那隻貓一起經歷這個過程 是的 其實那種的… 我可以甚至說我有一份喜悅 那個喜悅是因為我可以和牠走到那一步 而牠很開心滿足地離開這個角度 轉去另一個角度繼續生活 是的 我甚至覺得我沒有遺憾 我覺得我完成到牠的心願 還有在… 亦都在我在… 正修的時候 打坐的時候 連繫到牠的時候 我知道牠的靈魂得到的療癒 我亦都很安慰 很安慰 嗯,明白明白 Percy呢?Percy有甚麼見譜 其實剛才Shanna說的那件事 Ato到我想起一件往事 就是回到我那個老友 他又癌症又做了開腦手術 那牠都快離開了 有一天我去探望牠 就去買了那些很貴的 新鮮到港的無花果 我們很多時候都吃無花果乾 我們沒有吃過新鮮的 那都挺貴的,是有機的 貴的貴的貴的 那去到… 我告訴牠看見牠的樣子很開心 原來牠這一輩子都沒有吃過新鮮的無花果 也都未見過真正的無花果這麼大個 那些時候 她的親人就在旁邊說 他說 哎呀,Percy留給你自己吃吧 這麼貴 為甚麼牠不能吃? 他說這麼貴,你不要給牠 感覺上好像覺得牠浪費 然後很浪費 我就覺得 我買來給牠吃 我說 大家一起吃吧 大家一起吃吧 那牠的親人就說 不要吧 你們兩個吃吧 你吃一半就好了 不要吃光 我說 然後我的老朋友就說 他吃了一個還想吃 我就說 給牠吃吧 我心裏都不是說 心裏都不是說 他們就死了 都不是這樣 而是覺得 我們其實平時在生 即未死之前 我們都有時會是這樣的 都不對自己好一點 總是有很多理由 很多藉口 不給自己一些好處 或者所謂的鼓掌自己 那說回 例如 面對一個快死的親人 朋友 我覺得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剛才 在節目開始 最初的時候 很多人都說過 有時會有一個 惹怒 有時可能 為甚麼我這麼年輕 就要去死 或者是 我這麼努力去 去生活 去生活 這麼勤力工作 有勤工長 或者怎樣 我見到自己有這個病 我很努力去 去和病魔去抗衡 為甚麼我都要死 為甚麼是我 就是why me 是呀 很多人都這樣想 我覺得其實 可能他的脾氣 會發在你身上 或者他可能會覺得 我就死了 我喜歡罵就罵 我理得你 我都不需要再給面子 或者怕日後 好相見 那些 我覺得你作為一個 旁人 你都不可以說是 覺得很take a person 是否我這次 煮的湯 你真是鹹 那些 我覺得其實 你是要有一個 很大的愛 去包容 就是愛的學習 是的 因為我覺得其實 表面上 他好像是罵你的湯 煮得太鹹 但其實實際上 他其實只是提發揮 他其實有很多 所謂的怒疑 為甚麼我要死 為甚麼我這麼努力 都要死 或者我這麼年輕 要死 他可能很多莫名其妙的事 他自己都不知道 我覺得你無謂去怪他 我覺得你要的就是 一個包容 一個安靜 你要知道他真的不是針對你 還有我覺得有一個字很好的 可能很多人都會用 很多做善種服務的人都會用 就是善巧 善巧的意思就是 你有個善字 你是很心善 很誠狠 那巧就是 你都要有一個智慧 你知道他罵你 不是真的罵你 他只是想表達他一些情緒 我覺得這件事很重要 是的 其實簡單地說 會對應我們 剛才第一二部份說 其實就是 無論那個人是 接近死亡 或者臨近死亡 喜怒哀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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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其實他都值得去開心 尤其他被這個病 煎熬 很多痛苦 我們都希望將他 從這個痛苦的地方 帶他走遠一點 感受生命的喜悅 和珍貴 其實這是很重要 無論是鬥哥 Shana剛才說的香婚 又或者是身體接觸 或者簡單地在旁邊 和他聊天 唱歌仔去聽 或者請好東西去吃 其實無論我們做些什麼都好 其實就是 援歸那句說話 真心用我們的心 去和當事人作出分享 其實是最重要的 不用做到很漂亮 很大龍鳳 其實你真心去和他分享 可能他有些情緒 會化在你身上 其實都不要緊的 我們做了我們要做的分享給他 其實都已經盡了我們的責任 簡單地說 一個陪伴 其實是一個陪伴 他不是孤單的 我陪伴你 我陪著你 我記得有一個朋友 他爸爸 就是憑死的時候 差不多死去 在醫院的時候 他探望他 坐在那裡 又不知道說什麼好 因為爸爸插口 又說不到話 他看著爸爸 看著看著看著 他自己都是 可能上班半小時 偷點時間去的 他睡在爸爸的旁邊 後來他有一天 又是這樣 他爸爸就視意他 睡在床上 爸爸也知道他累 他就照睡 可能有人走過會 有沒有搞錯 探病睡一睡 其實不需要理人 其實 後來他爸爸去世 他自己很難忘的 就是這一刻 他曾經在探病的時候 你想想 一個大男人 他怎麼可能 自從他長大成人之後 怎麼可能有機會 跟爸爸 一起這麼近的接觸 和睡在一張床 尤其是中國人的父子 很多時候 都不要達自己的情感 是呀 擁抱都不行的 就是因為這次的探病 他睡在他旁邊 我想到現在 他都很記得 很珍惜這個時刻 和爸爸分為一張床 是啊 其實真的很重要 每一刻 簡單地說 我們都當作為 最後一刻 珍惜每一刻 雖然這個很老土 基本上 每個人都這樣說 但是當我們經歷過 人越大 經歷越來越多的死亡 就真的明白 是真的 真是 亦都衍生了我們這個題目出來 好了 其實 除了這些經驗分享 兩位還有沒有什麼 想跟大家聽眾說 我都想分享 我爸爸離世的時候 一個療癒的過程 其實我都是一些反叛青年 曾幾何時 看你不出來 就是 罵又不聽說 又不認 所以很久都沒有跟我爸爸 真的聊過 到我爸爸離世的時候 其實他已經知道 他很接受自己是要離開 他也是患病的 他患病的 但是家人當然 是很努力地想去生存下去 但是心底裏 我都知道其實他是要離開的 我只是想 怎樣算用這個短暫的機會 那我去探他的時候 我就問他 我說 其實 因為很多父母 其實很少說他們的過去 那我就說 我說 你不如說說你的過去給我聽 你的童年生活 那樣東西 那我等我可以幫你寫下它 寫一本書仔也好 然後我們每次探病就是在做這件事 其實那個不是很多次的機會 所以我的認知都是不是很多 但是 是比我一生裡面是認知得更加多 和解了一個關係 一個修補一個關係 所以是一個很療癒的一個機會 那我就覺得有時候 也都 如果可以 但雙方面都有一個機會 可以是修補一個關係 那時候 然後再去另一個體驗 那其實是對靈魂來說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階段 是啊 其實Percy應該有話想說的 我想其實就是那個 我想每一個人 無論生死 他都是想被接受 被真正的愛 我想其實那些人 他可能在這一刻 當然是很多遺憾 有些事情還沒做 要帶你去旅行 說了很多年都沒有帶 諸如此類 或者本來怎樣怎樣 想買一間屋給你媽媽的 怎樣怎樣 就是說一大堆東西 我想其實在那時候 說什麼都沒有用 因為他真的根本是沒有辦法做到 那我覺得 與其他帶著這麼多遺憾 去離開 他可能很傷心 我想不如就跟他說 不重要 重要的就是我們現在跟你在一起 嗯 我覺得就是真的要去接受他 愛他 跟他說 雖然 你現在是 都不行的了 那你要去 去你的地方 但是問題 我們現在很想你和我們在一起 但我們知道沒有辦法這樣做 但有一件事我知道是永恆的 就是我們之間的愛 那我很希望你帶著 和我們相處的很開心 和很真摯的回憶 就上路 那我覺得其實 好像有一種是 我接受了你要去這個事實 而你自己也都要去接受 要去死了 這樣 準備去另外一間 就是我覺得你是要這樣 就是我有時 我們不捨得家人走 或者他們也都會覺得 他們也都不忍心走 而這個這樣的基本 都是一個基本來的 所以我覺得其實生死兩相安 這件事很重要 就是大家 我又不想令到你去得不舒服 有些東西扭著 我也都不想你走了之後 我又扭著你 我又好像經常都放不下 我覺得那件事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學習 和一個很美麗的學習 其實有些東西 我也想問一下兩位嘉賓 中國人其實很多時候 坊間有很多傳說 我經常說謊 我死了之後 就會被嚴羅王勾利根 或者會受到這個 十八重地獄的煎熬 在於大家都有一些能量上 或者經歷上 或者身心靈上的學習 在於你來看 其實究竟有沒有地獄這回事 我沒有經驗過 我回答你不到 但是我其實相信靈魂 只是一個學習的階段 從一個生命去另外一個生命 最重要的是你透過這個生命 學習什麼 我自己不相信有很多懲罰 所以我想有很多故事的形成 我不知道它的真假 因為我沒有這個體驗 但是我會覺得想 其實想告訴你 你要做一個好的人 可能不要說謊 可能不要做壞人 好好地運用你的生命 明白 Percy呢 如果說回西藏生死書的作者 他自己在藏傳佛教那裡出發 他就說 其實是沒有所謂什麼大審判 那個所謂審判 其實就是你自己自身去 在你過身之後 重演一次你的人生過程 然後那個所謂審判 其實是你自己 哎呀 原來我那時真的是這樣 這樣對人 Fresh back 其實是你自己的Fresh back 那我也都去做過一些 有一些卡人 也都經歷過憑死 那我自己也都經歷過憑死 就是死了之後 又發回來一個很短暫的 那其實都是沒有審判那樣東西的 而只是有一個人生的過程 的playback 那但是都好的 其實可能我們有時候 不小心令到有些人 說了句話 令到對方 是擺到明是質疑的了 那其實可能對方那個不開心 比我們期望的是多很多倍 我們是不知道的 那當在做playback的時候 我們可以感受到對方的感受 那於是我們才可以很第一身地知道 原來那句話很重的 那樣 我覺得其實只是一個 好像是你完成一個課程 大家講一些功課出來 由第一課開始 講回你哪裡做了什麼 做了什麼後果 我覺得其實是一個檢討 多過是一個 又地獄又判官 是啊 恐怖的 其實是不需要那麽緊張和那麽擔心 這件事 那你的憑死 我是八卦的 你之前沒有跟我說過的 那你現在可以分享多一點 是否可以有一集只講憑死 因為其實我的憑死都很多的經驗 但是我覺得 好我開多一集給你 就是因為我死得多了 所以我自己一點都不害怕死亡 但是其實每一次當死亡死到臨頭的時候 我都覺得自己無憑 那當我每一次覺得很無憑的時候 又死不去 有時就會開玩笑 她說 你又想 大堆東西給你做 你又想 這麽快離開 你都未跟我開十集節目 你這麽想死 我就在想 既然我已經去過那個地方 我就不會擔心 當然很多人就跟我說 你有沒有見到隧道 你有沒有見到光 有些人就說 是不是你幻覺 有些很理性的人就說 怎樣怎樣 那我在想 其實我第一次憑死之後 我找回很多資料 我才知道 原來是 在美國很多人都有憑死的原因 很多啊很多書 那時候我都知道 有一個 Death to be me 一個作者 一個印度裔的 香港出生的人 他都試過憑死 那時候還未開始寫書 那我都知道 原來都有過這樣的經驗 但是很多時候 那些人是為何沒有說呢 就是 嘩你覺得很怪畸的 真不真 但是我覺得現在好事就是 原來很多人都有這樣的 靈魂出體 或者是憑死的經驗 那大家就可以 覺得可以很坦白些 去將自己的經驗 去分享出來 是 因為我都有留意過 這方面的不同的分享 無論外國 或者東南亞 都有不同的書 是關於 尤其台灣也很多的 就是講這個憑死的經驗 很有趣的 他們每個人都說 其實都是相類似的 就是說 是一個flashback 很快的flashback 好像你在電影院 看回自己的一生 那樣 當然有一些 是盜想員 簡單地說 他會是 給你看回你的一生 由你出生那一刻 開始 到你剛剛 這個憑死的經驗 這個邊緣 這樣說 就是flashback 通常都是 其實就是問他 你有沒有什麼 是後悔 你想不想繼續 生存下去呢 通常那一刻 就會是 個個都是問這個問題 就是很搞笑 無論你什麼問 他們說的東西 其實都很類似 所以就漸漸 令到我有些安心 就是說 我不用被人勾理根 應該 或者 我不會被你 十八層地獄的火 煎熬 反過來 其實他們說 都會是一個 比較理性一點 一個學習 大家都是同學 而這個同學 學習的過程 我們學到什麼 有沒有什麼 需要繼續去努力呢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其實我都很喜歡 有這樣的分享 令到我們對死亡的恐懼 是減少了很多 嗯 其實那個 正正就是 如果你對死亡 有多些正面的 認知的時候 你便少了一份恐懼 那就是你 你帶著那個 的心情 那個情緒 就很造就你的經驗 可能你那個 十八層地獄的經驗 可能性就是 來自你內心的恐懼 可能擔心我會受到懲罰 可能覺得 我曾經做一些事情 做得不夠好 但是如果我可以 珍惜死亡 亦都會珍惜生命的一事 基本上這個機會 是會減低了很多 所以都未必需要這麼擔心 那我就 不算叫做有一個 貧臨死亡的經驗 我也有一些接近的經驗 那個感覺 其實都不是一些 令到你 是很 覺得很恐懼的一些經驗 反而是 反而我覺得是很安穩的 反而就覺得 之後試過 那個當時 就會覺得很安穩 是啊 是一個很安穩 就是不害怕的 不害怕的 不害怕的 其實就是看回我們的情緒 如何影響我們的祭 那叫什麼 實相 簡單地說 其實我們的情緒影響我們的遭遇 基本上就是 無論你 健健康康的一個人 我們的情緒 都會影響我們的祭遇 那當然一個身體很虛弱的人 病緊的人 貧臨死亡的人 其實他的情緒 都會影響 他之後的遭遇 他之後的遭遇 可能就是 我們未必再生的人 我們在這個角度 其實未必看到 但是都會影響 他下一段路的路程 所以其實一直好走 這四個字 其實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很實用 我是真的請他 好好地走他下一個路程 不是說他人死登滅 就什麼都沒有 其實這件事 我覺得 中國人 尤其中國人 可能就是外國 他們可能 他們有太多不同的分享 可能他們的看法 跟我們有一點點不同 但是尤其中國人 很多東西都是收起來 大家都有些東西 不想被人知道 或者不想被人知道 我多麼傷痛 其實今集這個節目 亦都是帶出來的目的 其實簡單就是 希望大家勇敢 豁然些 去面對死亡這件事 跟出生是一樣的 我們來到這個世界 其實是一樣的 只是轉了去下一個角度 那兩個嘉賓 其實還有沒有什麼 想和大家慶重 分開一下呢 哈哈哈哈 他們兩個全靈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很厲害 因為我們說不完 是呀 因為是可以沒完沒了 是呀 我怕你收不上工 真是多謝他們兩個實在太好了 還有我想 我想其實 那個死亡 不是單單是 會經歷死亡的人 以及身邊的人 都同樣需要 去對死亡有一個新的認知 因為很多時候 留在那裡的人 其實那個傷痛是很大的 留在那裡的人 其實有很多事情是要繼續療癒 反而我真的有一點覺得 走了那個是已經下班了 不是他轉去做另一個 他轉去做另一台戲 他轉去另一台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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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們還要繼續我們自己的台戲 是呀 去留班了 或者找不到業了 那你怎樣可以去幫你自己 去過渡這個過程呢 在裏面怎樣可以透過這個經驗 可以更加幫到你自己 幫到身邊的人 怎樣珍惜你自己的生命 是呀 那其實都會是 跟這個 我們自己的邏載智慧有關 那也是等於無幾下地帶 那Percy還有什麼想說 我想我媽媽她很喜歡看 孔孟那些古書的 那我也都很喜歡 經常說一句話 她口頭是 而後來她過世之後 我媽媽是基督徒來的 她差不多臨死的時候她信的 那麼 我在她追思禮拜一 也是寫了這一句話 在她那個長刊裡的 就是 未知生焉知死 那其實我覺得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反而真的要理解多些生命 過好我們的生活 嗯 其實就好像Excelia 剛才那本書的作者所說 就是 如果我們連生命都沒有過好 沒有了解清楚的話 突然間寫上來 我們真是一球運 是啊 這個很重要 謝謝兩個嘉賓的建議和分享 那我也先提醒大家 其實如果對這集有什麼意見 或者你自己有什麼分享 你都可以留言在YouTube上 又或者發電郵給我 又或者給Persy都可以 我都會將Persy的 和我自己的網站 都會放到YouTube那裏 那也是那句話 其實這個是一個互動的節目來的 那不要想著只是我 或者只是一些嘉賓去分享 我都希望你們 聽到我們這一集的節目之後 其實你有什麼感想 或者你接下來又或者 你有沒有一些新的主題 你又想知道多些呢 那我也歡迎大家 再和我一起去分享 因為有你們的參與 我們這個節目才會成功的 那今天的時間呢 就已經超了標了 三拍其實都差不多時間 第三拍都差不多時間 那我再次多謝Shana 和Persy 那可能在不久的未來 我們會再見面的 再聽到他們的聲音 那當然你們的反應都很重要 那多謝各位 那我們和各位說再見了 拜拜 拜拜